Hello 大家好 我是黎明不是刘德华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越演越烈 然后还有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 现在国内很多企业都有要求在国外设厂的一个投资想法 那如果是去缅甸啊 虽然说人工成本比较低 但是也是被美国制裁 所以说很多产品你无法出口到北美地区 那如果是去像越南啊 马兰西亚这个经商环境 特别是对华人的这个经商环境啊 是比较恶劣的不太友好 那所以说离中国比较近的泰国 就成为了很多华人企业的一个选择之地 那今天我们也有机会可以去了解一下 泰国的一个正规的工业园 同时也是泰国第一个针对华人企业的专业的工业园 我们去了解一下到底来泰国设厂投资啊 开设企业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优惠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能否顺利的出口这些产品到世界各国 今天我就带你们了解一下 泰国开设工厂的条件和政策 那陈总首先是我们工业园 他一个成立的背景啊 我们工业园的全称是叫泰中罗永工业园 那泰呢是泰国 中呢是中国 罗永它是一个地名 就是罗永府 那我们工业园呢 那是由中国的一家民营企业和泰国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合资成立的啊 我们中国的呢是叫华丽集团 泰国呢是叫阿玛达集团 当时我们成立的时间是在2005年的7月1号 当时呢是中国和泰国建交30周年 这个是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签约的 那当时泰国的总理是这个他姓 我们国务院副总理当时是回良玉 他们两位领导来见证 那华丽集团的主席汪丽成和我们阿玛达集团的老板邱一公 他们双方签署了要成立我们泰中罗永工业园的这么一个备忘录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起工开发了 包括基建这一块 那当时我们05年开发的时候 其实只有1.5平方公里 然后在2010年 我们是在07年开始招商 所以三年的时间 我们把1.5平方公里全部出售或者出租完毕了 开发完毕了 所以在2010年呢 当时也是有一个契机 是我们那个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博来泰国访问 那有这样一个契机呢 我们双方又签署了一个泰中罗永工业园第二期开发的协议 那这个阿玛达集团呢 它是1989年成立的 刚才我们同总介绍到 它是泰国最大的一个工业地产开发商 它在泰国呢 有两个阿玛达工业园 一个是在春武里边阿玛达 然后另外呢 一个是在阿玛达罗永工业园 那这个时间上稍微有一些相差啊 这个阿玛达春武里工业园呢 是1989年开发 然后阿玛达罗永工业园呢 是1995年开发 所以我们在05年成立泰中罗永工业园的时候呢 就是依托它阿玛达罗永工业园的这么一个 本身它有一个这个园区现成的啦 所以我们在里面规划了一块 来作为我们中资 就是中国园区的开发招商 目前这两个工业园里面的入园企业数量 有超过1200家 主要呢 是以日本企业为主 那我们中资企业 其实大概占了百分之十几吧 另外一个是我们阿玛达罗永工业园 因为我们是一个园中园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整个大园区的情况 那个体现出来啊 我们大园区 这个阿玛达罗永工业园呢 中资企业最多180家 然后呢是日本企业 日本企业是112家 然后是泰国本地的欧洲 韩国东南亚 美国北美 还有澳大利亚亚太币区的企业 行业呢 其实是涉及到各行各业的 那当然主要是以制造业为主 如果不是制造业的话 你来园区 第一个是我们也接收不了 再有一个就是也没什么必要啦 对 然后那这个如果是制造业呢 我们是没有设立门槛的 包括这个投资规模的限制 我们都没有 只要你的你有这个投资的明确的投资动因 然后呢 在泰国的这些经营成本 你是能够接受得了的 然后你未来的发展是可以的 那你做了这样一个可行性的分析 调研以后呢 那我们都是欢迎的 当然我们在环保上面稍微会有一点点限制 就是你的废水 废水废气一定要达到我们的标准 仅此而已 这是我们两个区域的地理位置 这两个区域其实它各有各的优势 目前这个是我们一区 就是一区就是05年开发的这个区域啊 我们这个区域呢 是在春五里和罗永交界的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工艺园特别大 我们大园区阿玛道罗永工艺园 它的规划是40平方公里 那刚才我们介绍到的 我们泰中罗永工艺园 从05年到15年 然后这期间我们开发的是12平方公里 那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 开发的是10平方公里了 所以这个园区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园区前面办公室的位置呢 我们是在春五里 但是企业入住的区域 大部分都是在罗永 那我们这个区域最大的优势 是离林擦邦港口近 只有27公里 那林擦邦港口呢 是泰国最大的一个深水港 不仅仅是泰国本国需要 就是依托这个港口 然后周边的内陆国家 比如说像缅甸 然后老挝 他们基本上也是靠这个港口 来输出货物的 输出输入货物 另外我们距离这个 泰国比较有名的旅游城市 巴提亚也只有36公里 所以我们园区 因为巴提亚呢 它相对城市化就比较深了 所以 所以呢就是园区有一部分的这些 高就是高层管理呢 他们住呢 是住在巴提亚市区 然后来园区上班 其实开车也就三四十分钟的路程 也是很方便 这个是我们一区 那我们二区呢 是在这个罗永府了 就跟春午里没什么关系 就在罗永府 但是呢 我们这个区域呢 有一个优势 它是离罗永的省城非常近 离罗永市区呢 我们只有17公里 虽然到林彩班的港口 港口的这个距离相对大远了一些 有50 59公里 但是呢 我们到马达浦深水港的距离 只有24公里 那马达浦深水港呢 之前一直是做石化的 当然它也有一些做大宗货物出口的 那在这个EEC区域 包括这个罗永经济带 它在要大力要发展的时候呢 马达浦深水港之后 它也会开发更多的这种 大宗货品的这种出入的港口 而且离那个巴提亚乌大泡机场 也比较近 是的 是的 我们这两个区 两个区其实离乌大泡机场 都不是特别远 像我们现有的园区 老的园区呢 是只有这个53公里 那离我们 那我们新的区域呢 也只有50公里 对 我们园区的这个经营模式 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自己买地 自己建厂房 另外一种呢 就是租赁我们现有的标准厂房 这个比例呢 80%的企业是自己买地自己建 另外有20%的企业呢 是租赁我们的厂房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 购地 就自己买地自己建厂房 和我们租赁厂房的这个流程 都给企业体现出来 然后让企业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 一目了然的了解到自己 在这个立项过程当中 需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自己买地自己建厂房 这种贷款的情况 那我们园区里面 有我们中国的两家银行的 一个中行 一个是工行 是的 这两家银行在园区都有设分行 然后再有一个是泰国本地的银行 不管是开泰 还是盘股 会商 他们其实都在都在园区有分行的 现在泰国这些本地的银行 他们都有自己的中国团队点 专门针为针为中国客户的这么一个团队 对 服务的力量还是可以 对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买地贷款 因为泰国的土地 它是纯市场行为 像商品一样的 你可以买自由买卖 不需要就是向政府去征收或什么的啊 所以呢 这个贷款呢 如果自己买地自己建厂房的 那你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你有地气 地气比较贷款 然后当你地气比较贷款 贷下来以后呢 您的这个建设好的厂房 您可以用厂房贷款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您的设备到位了以后 您还可以用设备贷款 最后您在泰国经营了几年以后 包括跟泰国本地银行有一些接触 他们对你们有一些了解 对企业有一些了解的时候 包括用信用贷款 也是有的 对 那如果说是租赁厂房呢 那你就是有 因为厂房不是你的 然后这个土地也不是你的 所以呢 你可能只能用设备 或者你之后的一个信用 对 再来说这个厂房的租金 那当然泰国的整个的 不管是工业地产啊 还是商品房之类的 这个租赁价格呢 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 这个市场行情就是这样子的 那像我们园区呢 我们的厂房 首先我们是配备了所有的 企业 包括照明消防 电力水 这些我们都配备好了 企业基本上就是把你的设备 放进去 你连通一下 你就可以用了 那我们的租金呢 我们也只收室内的实际使用面积 道路绿化这些我们都不收钱的 那所以这个租金我们目前呢 是在220泰铢 一平方米一个月 那如果是购买土地 大多数是有货品的 目前这个稍微会有一些差别 就一区和二区稍微会有一些差别 一区呢 是在450万泰铢 一赖 一赖就是1600平方米 如果我们二区呢 目前是在380万泰铢 这个价格 土地价格 它是根据就是泰国的这种地产价格来的 走向来的 因为本身泰国的地产价格它就是曼谷中心嘛 曼谷的地价是最高的 然后就是 然后再到冲吾里 然后再到罗永 再到监竹 什么的啊 它就一次降下去 再下面就是我们泰国对于这些制造业 它的一个优惠政策 那这个政策呢 是由泰国的投资促进委员会 它简称BOI 来制定颁发的 那这个部门呢 泰国的总理巴育就直接是担任这个部门的主席了 这个投资委呢 它会先把所有投资的行业 它会先分为一个类别 就行业类别 有七个大类 比如说农业 农产品 矿物业 轻工业 金属 机械 交通等等啊 电子电器 把这个行业分为七大类以后呢 它又把它的给你的优惠等级分为六个等级 六个等级呢 分别是A1 A2 A3 A4 和B1 B2 两个等级 这两个等级 就是这六个等级啊 算是最大的不同 其实是一个你能享受到的优惠力度的不同 它的优惠呢 又包含这个税收和非税收两个方面的优惠 税收方面的优惠最大的是企业所得税的减免 因为泰国的税种主要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企业所得税 百分之二十一年 一个是增值税 百分之七 所以在税收方面 它就很大程度上 把你这两个税种都给你减免了 你看企业所得税 最高的是 最好的是A1 A1等级 它可以八年无上限的减免 这是全免的 而且没有上限 意思就是不管你的投资金额多少 你在八年之内都不用缴买一分钱的企业所得税 那A2也是八年 但是它没有说无上限 没有无上限 它就会有一个限制 这个限制呢 是根据你的投资额度来的 这两个时间 就是一个条件是时间上的八年 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你的额度上 而且你的这个投资额度 要刨开你的土地成本和流动资金的部 其余的部分啊 比如说你投资一百块钱 那可能你这个前三 它是从你投产之后才开始算的啊 这个免税的时间 然后你前三年 可能你就把这一百块钱就赚回来了 那后面剩下的五年 你都不能再享受到的 对 然后A3呢是五年 A4是三年 B1呢 B1 B2都不能享受 其实这个等级呢 它的一个划分 就是根据你行业的一个科技含量了 你是不是越高科技行业的 然后越是泰国比较稀缺的 那你能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就越高 首先 首先一个像 比如说就拿电池来说 首先它会把电池先去归于类 归到这七大类里面去 这七大类的 它是属于某一类 它是属于哪一类产品 比如说 它是属于交通设备上的 或者是电子电器的 它现在先把它打到这一类去 然后在这个类别里面 这个行业类别里面呢 它就会有不同的产品 比如说电池 比如说锂电池是什么样的 EV电池是什么样的 它就会有不同的描述了 包括条件 比如说EV电池 你需要在达到什么样的条件下 我能给你这个等级 如果你达不到这样子的条件 我给你另外一个等级 那企业你就自行去考 看看说你的生产工艺流程上 你能不能达到这个条件 那我们就接下去 就是了解在泰国经营的这个成本 我们大概挪裂了一下 这个一个是税 刚才有提到企业所的税和增值税 它的税率 主要就是这两个税 增值税就是你两头在外的这种企业 就是你的原物料要从泰国以外的地方进来 但您生产出来的产品 是要销往到泰国以外的地方去的 那你两头在外 你的这个进口的关税和增值税都是免掉的 它就其实就是保税的意思了 对 泰国出口都是领税 对 那薪资呢 这个是泰国劳工法 对这种工人的薪资是有规定的 就是你要按照这个薪资来 那10月1号呢 我们罗永迪区是调整为354泰铢 一天8个小时 一周工作6天 呃 陈总他是这样的 咱们企业的用人结构是这样的 首先基础操作工 就是泰国本地人 啊 或者你临时用工呢 可能就是外劳啊 缅甸老挝 柬埔寨这三个国家的 然后呢 你的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你要分分期了 就是前期你一定是要从你国内母公司派过来的 因为在泰国你找不到这样诚实的技术工种的 那所以就是你的技术人员前期先从国内派 你的综层管理 那综层管理就是你的这些什么车间主任啊 那你办公室的这些稿后勤的你人士行政财务 那你可以从本地招就招本地的 然后再到你的高层就是你的总经理啊 你的副总经理总经理之类的啊 那你前期可能也是从你母公司外派过来 或者是你遭一个这种聘一个职业经理人 那您说到了这个语言不通的问题 那语言不通的问题会有怎么样呢 就每家企业他首先都会招一个至少一个翻译 然后再根据你用人的情况 然后他可能对翻译的配 就是配配备的这个比例可能会不一样 那首先前期呢都会形成这种文字形式文字形式的了 把你的操作的程序 反正就是用这个泰文 中文泰文的结合翻译出来 然后再对本地的员工进行进行这个培训 然后培训以后再到这个日常的操作当中的时候 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就是现场翻译的 那这个翻译人员就起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因为在园区有两个有两个优惠政策 能够给企业在这个用工的人数上面的 他的证件上面的办理的优惠 一个就是BUI 但是不是所有企业都能申请到BUI 或者需要申请BUI 那只要如果你申请不了BUI的 只要到园区来 那你就可以享受IEAT 就是工业区管理局他们的优惠 那他们也是没有人数限制 只要你能只要你能够讲得清楚说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人 那我这个岗位为什么不能用泰国人代替就可以了 他没有人数限制的 也没有资本金的要求 这是我们换算是人民币的 人民币 人民币 750租 泰国社保便宜的 哦 就是这个是要给所有的员工 还是说给泰国 你正式的员工 那你办了工作证或者是泰国当地的员工 社保的保障就说你生病了在当地 你可以去医院 对 用这个社保保障 我想我想说电费啊 电费 像泰国这边工业用电 它是有独立的一个什么叫做风谷店 对对对 是的 风谷店 风谷店是白天多少钱 晚上多少钱 是的 它白天是早上的9点 到晚上10点是高峰 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是低谷 然后星期六星期天都全天都算低谷 晚上便宜点 晚上是多少钱 才两泰铢多一点而已 2点多租 对2点大概是2.6吧 然后高峰是大概要4.2 所以电费标准是一样的 那水费呢 水费是根据每个园区 因为这个是市场 每个园区的这个支来水开发公司 由他们来核算这个成本的 然后再供给供水给企业 它不是由政府直接供的 对 这个所以每个园区 园区所有的水都是5元每立方吗 不是 人民币吗 对 这已经折合成人民币了 然后让企业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说 我跟他说泰铢 他要去核算一下 是 那这个水费5元呢 其实算是我们的基本基础价格了 高一点的会有到7块钱 就是阶梯收费是吗 是的 我们根据企业的用量 另外天然气呢 反正这个就是根据石油价格波动的了 我们大概也是核算了一个取了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值啊 大概4块7啊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园区给企业提供的生产上的配套 我们算是七通一平吧 七通就是我们的道路 天然气污水电站自来水电话和网络是由我们来做 然后一平呢 就是给企业提供的是平整的土地 企业买的买过去以后呢 是直接可以进去建的 另外是一个我们生活上的配套 我们园区那附近 因为今天可能 这个没有没有去现场感受到 我们那边是生活非常便利的 基本上吃穿住行 你都能够找到 而且是很好的 在曼谷台未必有那么好的条件的那种 因为毕竟那里比较集中一些嘛 对曼谷就比较分散一些 我们公司投资了10栋 将近1200个房间的公寓 然后还建了20个单元的这种商业楼 让21厅的这种比较六七十平的这种 给这种高管住的 大概在1300泰铢一个月 像平常给员工住的这种 二三十平的公寓 大概在5000泰铢一个月 最后就是我们工业园给中资企业 给我们入园的企业提供的这个服务 我们是一条龙 这一条龙呢 就是从企业考察开始 可以没问题 从企业考察就开始 然后再到 就立项阶段的所有工作 基本上都是由我们的 这个招商人员 项目负责人 在对企业服务的 不管他的公司的注册 他又会政策的申请 银行的开户 包括人力资源 生活 住宿 就是但凡企业需要什么 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帮他 我们自己帮不了他的 我们会给他介绍资源 去让他对接 对 第二部分是我们入园企业的情况 这个我比较快速的过一下啊 就是目前我们入园企业是 制造业是180家 配套型企业是30家 然后我们这个 这些中资企业给当地制造的就业岗位呢 是45000多个 我们常住的中国级员工呢 有4500多个人 接近5000个人 然后目前这180家的入园企业 它的累计投资呢 是超过43亿美元 累计的产值呢 是超过238亿美元 这是我们入园企业的省份来源 其实二十全国二十几个省市都有啊 但是最主要集中是浙江省 江苏省山东省和广东省啊 这是这四个省份比较多 那最远的 然后入园企业的性质 主要是民营的非上市企业为主 有118家 民营上市企业有46家 国有上市5家 国有非上市3家 入园企业的规模呢 反正就还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吧 就1000万美元以内的 投资额是比较多的 对还有一个产业定位 刚才说到我们其实是欢迎各行 各业的制造业来源去投资的 这是我们泰中罗永工业园 投资的这个行业的一些分布啊 你看最大的 其实是一个金属机械 然后是塑料包装 然后再是气配电子电气之类的